安普主持处女秀献给BITFM化身安普交不会DJ 安普将从4分之3到6分之5的每周日,晚上11点到12点于BITFM连国网现出BJ处女秀,化身安普交不会DJ与听众在空中分享好音乐, 之所以BJ名称为安普交不会,安普笑说,因为他私下的绰号就是交不会,因为他是出了名的交不会,他幽默地说,保持住交不会的精神,大家就会放弃交他,但其实因为交不会,学到的才能更多,把自己当成放闪机,自由成长。 为了迎接安普的到来,BITFM举办迎新仪式送上BJ必备的保温水平,水平上还签满BITFM。 众DJ的签名,一看到超大的水平,安普笑称这是带水捆吧?我只录一个小时节目也喝不完啊。 另外也送上DJ最需要的宝桑秘方罗汉果,好好保养他的喉咙,祝安普主持节目顺利,也预祝他的月12、13号安普。 安普练云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圆满成功。 安普为了节目拿出自己私藏的200首歌单压箱宝,向在HITFM开箱,让每一集节目让听众都能享受到安普严选的音乐合集。 他也说这些歌曲,电台基本上应该不太可能会听到,让听众有全新听觉享受,每首都好听到耳朵怀孕。 不过电台希望他分享音乐同时,也能多跟听众互动聊聊天,分享他的近况与故事。 安普有些挣扎,因为舍不得占用听众听歌的时间,也不好意思采其他歌手的歌用来聊自己的事情。 他笑说,那只好牺牺牲张璇的歌了。张璇应该不会介意吧。 安普除了接下主持广播节目外,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未顾月十二、十三日将登场的安普。 安普练云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忙碌,因为演唱会是全翻唱内容,他也在进行曲目的编排跟制作与练团,每天沉浸在音乐世界里,以光速运转的速度无限成长,好不容易可以跑来主持节目透透气,让自己缓和一下。 安普说这样让自己慢下来也很好的。 安普在录第一集节目时感到些许紧张,又看到对面控音室的工作人员在对他笑,但安普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,显得更棒黄不安,直接对住麦克风说,我觉得你们笑得很有问题,一定有鬼。 但其实是安普的幽默发言让大家捧腹大笑。 身为安普教不会DJ,安普说每集都要挑战一件事情,那就是去分享一句成语,是他自己永远教不会的成语,他认为将自己的生活或所遇到的故事,用成语来形容,诠释出来的一件会更有意思。 节目第一集他就跟大家分享了过游不及,因为他舍不得踩别人的歌,趁介绍自己歌曲的时候,将话一次说完,但发现自己已经无话可说,笑成自己过游不及。 安普提到自己过年期间重看了一次《狼牙榜》,当成新的一年的起点,而他极力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剧,会对人生有不同的体验以及感触。 安普形容这部戏就跟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一样是完美的复仇计划,剧情紧凑且不洒狗血,像小说一样的剧本,非常好看,戏里没有绝对的好人,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 在剧中之后,《狼牙榜》成为他一年工作心得功课与目标的新起点,他也顺道一提,剧里的蒙智将军真的很帅,安普说好希望他是我叔叔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